这两天由于乌克兰局势的骤变 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早就受到影响了 比如说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 这个油价怎么涨得这么快呀 全个有用黄金储备 国际石油价格已经穿透140美元一桶了 国内七柴油价格很多地方 92号已经超过8块钱每升了 未来有可能涨到10块钱每升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七柴油价格暴涨的同时 还有一个大宗物品价格上涨也非常快 那就是黄金 到今天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早就突破2000美元一盎司了 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价格也早就突破400块一克了 而如果你是到大商场去买黄金首饰的话 你会发现啊 有的知名品牌的金氏 人家都上探到5255一克了 毕竟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黄金是硬通货 尤其是自古至今我们就流传一句话啊 乱世藏金 对于我国而言 现在当然是太平盛世 可是这个世界上不太平啊 乌克兰那边天天打仗啊 而黄金又是全球硬通货 所以黄金价格自然会随着乌克兰局势的不断变化而水涨船高的 尤其是以往的节目我们还跟大家聊过 说这几年以来啊 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了非常强的理财意识 很多人尤为看重这个黄金增值保值的能力 所以年轻人都开始买黄金了 今年春节期间 很多大商场那个黄金简直要卖断货了 再加上现在的黄金暴涨 所以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啊 说未来黄金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途径呢 我今天应不应当多买一些黄金存起来 以便未来我可以抵御住通货膨胀呢 咱们这么讲吧 黄金投资是个很好的渠道 但是投资之前你也要三思而后行 咱们首先说时机问题啊 任何搞投资的人都知道 你这个投资要赚钱啊 你得逢低吸纳 逢高抛出 什么意思 当黄金价格比较低的时候 你买入 等它价格高涨的时候 你卖出 那你一定能赚到钱 那么很显然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 未必是个购入黄金的好时机 因为黄金价格实在是涨得有点太高了 几乎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了 投资股市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个词叫绿空出进 今天乌克兰局势已经半个多月了 所有坏事基本都有了 美西方的各种制裁招书也都出了 所以很多人想啊 这个形势坏也坏不到哪去了 而前一阶段的黄金价格暴涨 已经把这个绿空消息消化的足够了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你再去追涨杀跌 很有可能你是在拨风买到的黄金 而且在黄金投资上啊 我们欲来建议各位好朋友 不要把黄金投资当作一个能够资产升值的投资 而要把它当作一个避险的行为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我国黄金卖多少钱一克呢 80块钱到100块钱一克 是现在价格的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用三四十年的尺度来看 黄金价格暴涨了四倍到五倍 似乎这个涨幅还是很够的 可是大家想一想 这三四十年以来 我国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暴涨了多少倍 房价暴涨了多少倍 猪肉价格暴涨了多少倍 通货膨胀了多少倍 单纯的黄金投资 实际上你是很难跑赢通货膨胀的 如果寄希望于持有黄金你就能发大财 那么这个美梦最好你还是不要做 当然也有人说从长线看啊 我这个黄金投资能跑赢通货膨胀就不错了 那么我有没有可能操作波段呢 毕竟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 黄金价格也不是那么很稳定 比如说仅就2022年开年以来 黄金价格就暴涨了12%到15% 我可不可以操作短线呢 当然可以 但是很显然操作短线黄金想获利 那你需要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财知识 而且对于国际大事有清晰的判断 比如说你就能在拜登不断的喊狼来了 全世界媒体都嘲笑美国这个情报不准 说俄罗斯这个出兵可能是在下上行为的时候 你就精准的判断出普京一定会全面出兵 因此黄金一定会暴涨 可是大家得掂量掂量 你有这个史率吗 那么既然黄金投资未必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回报 为什么我们还经常建议大家购入黄金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黄金是硬通货 黄金是放置四海都可以使用的天然货币 黄金是避险资产 成平之时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发行货币 理论上讲你使用任何国家的货币都可以买到东西 可是一旦这个仗打起来 大家看到了吧 俄罗斯的卢布短短半个月之内贬值了一半多呀 有些人感慨说 以前一人民币能换十块多卢布 现在能换二十了 甚至有可能你以后拿着卢布 你在西方国家都寸步难行 什么都买不到 可是黄金不一样啊 有人总结说 黄金不是任何一个人类政府发行的货币 它是上帝发行的天然货币 所以在任何时候它都好用 大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能够帮它度过难关 小到对于一个个人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有一定的实物黄金在手 那个才叫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这两年以来 我们人类遭遇到了很多的危难 比如说长达两年之久的新冠疫情 现在还没有消散 乌克兰战争就已经打起来了 再加上这个地方水灾 那个地方海啸 还有地方火山爆发 经常性的我们会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难 这使得我们意识到啊 相比于大自然 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实在是太脆弱了 可能一夕之间 你这个城市就断水断电断气 甚至你拿现金可能都不好用 因为通货膨胀太严重了 往往这个时候你手里有一些黄金 那绝对是硬通货 古往今来人类的苦难史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候手里有一定的黄金 都可以帮你度过危难 所以在黄金投资上 我们从来都建议大家 不要把它看作一个增值的工具 而要把它看作一个避险的工具 可以用你家庭资产的5%到10%来购置一些黄金 甚至最好购置这种食物金条 而不要去买纸黄金 原因很简单 危难时刻 你这个纸黄金找谁去交易呀 当然也有很多人很聪明 人家不去买这个食物金条 人家买各种各样的黄金饰品 但是记住一定要是24k纯金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一方面它既有饰品的价值 另一方面它也随时随地可以变现 就像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讨论的 到底你结婚应当买三斤还是买钻石 很显然从经济角度讲 你买三斤既能有一定的炫耀价值 更关键的是在危难时刻 它是可以保命的 我们当然不希望灾难不起而至 但是我们确实要为 有可能到来的灾难而做好准备 更关键的是持有黄金不亏呀 以五年十年的长线来看 黄金的价值总是在慢慢攀升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 有可能它未必跑得过通货膨胀 但是好歹它也会慢慢增值 可能还是会跑赢定期存款的利率的 所以面对今天黄金不断上涨的状态 如果你以前从未买过黄金的话 我们倒是建议大家 未来可以考虑做一定的黄金理财 可能现在还不是十几点 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 稍微等一等 黄金价格降下来的时候 给自己给家庭储备一点黄金 这是一个压仓石般的存在 说实话 不光个人和家庭应当有储备 国家更应当有这样的储备 很多国家都有外汇储备 为什么要有外汇储备呢 原因很简单 你本国印那个货币 有的时候那真是不好用的 比如说今天的俄罗斯 俄罗斯的中央政府 当然可以印制大量的卢布 但是你拿着卢布出去买东西 几乎没人要啊 尤其是战争一打卢布贬值 谁敢收卢布 俄罗斯还不错 俄罗斯是个能源大国 俄罗斯是个粮食大国 人家自己就有着 数不尽用不完的农作物和石油天然气 所以在这个基本民生物资问题上 俄罗斯不会被卡脖子 可是放另一个国家你看看 某一个国家如果石油天然气 农作物通通是靠进口的 那么它就更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否则一旦青黄不结 那就是重大灾害啊 你拿着本国货币到国际市场上 是买不到东西的 因此很多国家都有外汇储备 主要以欧元美元为主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有大量的黄金储备 为什么 因为黄金的交易虽然没有美元那样便捷 但是黄金妥妥的硬通货呀 在一个国家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 你拿黄金那真的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买到重要物资的 今天全球很多国家的黄金都存储在美国 因为你黄金总是要交易的 黄金交易是有成本的 俄罗斯把一车皮黄金卖给德国 你这个武装押韵都得派脱人呢 所以二次大战之后 为了交易的方便 当然也考虑到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它最安全 所以很多国家把黄金储备放在美国 这样交易就很简单了 A国把十吨黄金交割给B国 太简单了 只要美联储的工作人员拿出钥匙 把十吨黄金从A国仓库运到B国仓库就可以了 整个交易非常迅速而安全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大家把黄金统统存储在美国 你持有的就不是十吨黄金了 你持有的就是纸黄金了 在成平之时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一旦这个世界不太平呢 一旦你这个国家跟美国关系不太好呢 所以前两年 德国人家就搞了一个黄金回家运动 明明知道大量黄金放在美国 这个交易是方便的 不行 我要运回德国 明明知道这几百吨上千吨的黄金 从美国远渡重洋运回到德国 运费和保费都相当大 不行 德国人还是要把黄金运回到本国 黄金存储在本国 你才从纸黄金变成了实物黄金 这样未来在遭遇各种可能的情况下 这个黄金才真正是属于你的 尤其是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了 美英政府有时候也是毫无底线的 比如说当年委内瑞拉委托英格兰银行 帮他变卖的黄金 现在钱还没还给人家呢 乌克兰局势一变 美国马上宣布冻结俄罗斯 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甚至连私人财产都给你没收了 幸亏俄罗斯从来没有把黄金储备在美国 否则这笔钱就会被没收掉了 长久以来很多人都在讨论说 美联储那有大量的各国的黄金储备 美国会不会拿出来用啊 美国有没有可能早就把这些黄金用掉了 反正几十年你这些国家也不会真正把这些黄金运回去 其实现在各国要考虑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了 各国存储黄金的首要目的 显然并不是考虑到黄金的增值 而是考虑到黄金的避险 可一旦真正危难到来之时 美国会那么顺利的把黄金都还给你吗 就像个人和家庭投资的时候 我们屡次建议大家 如果你只是为了避险而不是为了增值 那么尽量买15黄金 不要买只黄金了 所以啊各国政府得颠让颠让 到底是存在美国的纸黄金安全 还是存在本国的实物黄金更好呢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